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 夏娜现在怎么样了 她得了什么病 是高血压 这么年轻只有高血压 没错 就是高血压 特别是现代人生活节奏不规律 家庭和事业 压力山大 还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喝酒 吸烟 暴饮暴食 脂肪摄入太多 会导致新陈代谢速度减慢 血液粘稠度升高 更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其他各种各样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比起来 都算不上是第一杀手 心血管疾病在青年人群中也开始日益肆虐 很严重 这是真的吗 没错 生活中时常会发生年轻人心脏猝死的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数字显示 全球每年约有5600万人死亡 心血管疾病已超过30%的比例 排在各种死因的第一位 760万人死于心脏病 570万人死于脑足重 很多人认为体力劳动者不容易死于心脏病 事实上体力劳动者更容易患上高血压和心脚痛 如果你发现前胸躯 手臂 左肩 九部 下颌 背部出现疼痛 突发 头面 手足麻木不力 言语困难 如果你发现理解有障碍 就要引起重视 及时地看医生 谢谢你们 我得了什么病啊 高血压 你锻炼太少 我知道了 那我一定要强强锻炼 Hiç吗 テ weirdly止 一个梦 我不能癌 真的嗎 还有 работать 还仅遭 这个皮疗